始发于2013年的中欧班列成都是中国最繁忙的国际班列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交通运输行业持续受挫 但截至2月17号 中欧班列成都2020年已开行198列 开行量不降反增 较去年同期增长80% 货物涵盖 电子产品 汽车 服装 木材等 2月21号 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市清白江区的成都国际铁路港看到 进出铁路港的货车一辆接一辆 在门口必须经过测温 全车消毒后方可进入 在集装箱堆场内 巨大的龙门吊正在吊装集装箱 一片繁忙景象 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李成元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 中欧班列成都提前对接沿途境外国家的政府 海关 铁路运营商 把控班列运输物资的境外政策变化 进出可调间与要求 按照民生优先 公共优先 产业优先原则 联合海关铁路等部门优先保证设计民生企业的复工及防疫物资的运输 但是铁路的检测是非常严格的 你从货物到进铁路这一环的 可能就是检查会比之前要严格很多 消毒首先是要了解货物的来源 如果货物是从疫情高发去来的 就是会对货物进行详细的排查 对确保货物一定是要安全 进账 发运 李承远还表示 因为受疫情影响 当前一些制造类 电子类 适合公路运输和空运的货物 正逐步转移到铁路运输领域 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 物流中心主管龙曲波向记者介绍 目前中欧班列成都去城班列稳定开行 回城班列稳定增长 中欧班列境外订单的不降反征 从一方面来讲的话 是由于目前 以前走空运 海运 以及公路运输的一些客户 现在运输可能受到一些 由于疫情的影响 受到一些阻碍 然后转向走铁路运输 这个是订单不降反征的一个因素 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机务段列车准备场内 36岁的仲俊兰是中欧班列成都的火车司机 他正为下一次发车做准备 仲俊兰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 中欧班列成都运输班组全封闭管理 他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在疫情期间 我们为了保证中欧班列能够平稳正常的开行 我们中欧班列运输班组是全部封闭式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从单位出发以后 然后到达交接点就直接在公寓 然后不能回家 不能外出 然后回到单位以后 也是在单位待着 不能外出 不能回家 就防止我们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感染 造成中欧班列的不正常开行 中欧班列在疫情期间和平时的开行是一样的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喝一口